十九,大公報,港人有責任維護國家安全與統一 2015年7月13日大公評論 A十有話要說落拱南7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通過的國家安全法 既然提到港澳同胞有責任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統一 當然是準備適用於港澳,才會者摩說 否則就不會說 只不過尚欠港人應該如何履行這個責任的具體問題而議 如有必要,可以將國安法列入《基本法》附件3 又可以根據《基本法》第23條立法 也可以暫時執行香港現有的公安法規 既然特首表示未有計劃就23條立法 那末香港就應該採取其他兩個途徑履行責任 不應該繼續對一些人的危害國家安全和統一的行為 不知所措,甚至替他們聲言不違法 有自由而不加以干涉,任由之掌 首先,越來越多人高舉港英時代的龍師旗 寫上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自養和高喊者的口號 還要搶在此設七一遊行的隊伍前頭,作領隊狀 簡直不成體統,他們當然有此自由 可視他們這行為卻不符合他們根據《基本法》 《二十四條自然得來的中國公民身份》 所以應該褫奪他們,反正他們自己說不要的身份 這是一國而不是兩制行使的權力 他們沒有了中國公民身份,就順次失去永久居民的身份和權利 如投票與參選權、遊行示威、發表的權利 那抹他們高舉龍師旗,表示不要做中國人的權利就抹啦 可以把他們關起來,由特首下達行政指令給予拘留 另外,他們又有新花樣兩制國際足球賽就國歌時發出虛聲 國際足聯以發信與香港足總警告,如再犯就懲處足總 虛國歌也是與公民身份不負的行為 可以根據任何一次的錄影認出犯者 他們若不悔改的話,就此奪他們的公民身份 令其失去永久居民身份和權利 這是萬萬泛濫的叛國和煽動叛國的行為 不能不管地輕易放過,別理乃以言入罪的指控 市民若不是以言煽動,怎麽煽動?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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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